接著我們就要來看題目 一個很容易出現的考題 我跟你說過了 我之前就講解過這個題目怎麼做 這個題目基本上就是打點計時器 打點計時器是它的時間間隔都一樣 所以你看到這邊都是間隔都是0.1秒 所以時間間隔都一樣 然後我教你的做法就是 找一段做平均值 再找一段做平均值 然後你就有個delta v 就像有個delta v 底下就有個delta t 這邊是相鄰的 所以就是一個delta t 什麼叫做就這個 這邊差0.1秒就這個0.1秒 就這樣做 你也可以這裡做一個平均值 這邊再做個平均值 但這樣的話你就會有兩個時間間隔 所以你的delta t就要變成它的這個間隔的兩倍 這樣很囉嗦很麻煩 你就不要這樣做了 你就取相鄰兩邊做這樣就比較快 我再說一次 這種題目我們怎麼處理 這一段 求一個平均速度 旁邊一段再求一個平均速度 有兩個平均速度 你就可以求出一個delta v 底下出一個delta t 這是打點計時器 所以時間間隔都一樣 上面是間隔幾秒 你就寫幾秒就好了 那你如果分開來 左邊就在旁邊一點的地方再選擇 就這樣可能有兩個delta t 上一個delta t 你如果說那很麻煩 你不要這樣做 你就取格力就好了 那就delta t 就這樣做吧 我說過 這有點微積分的味道 當然我們不會用微積分跟你解釋啦 你就等於是告訴你一個做法 就這樣做 那在運動學公式上也有原因 那因為我們現在不交公式了 我也不跟你解釋什麼一回事 你就這樣做就對了 所以 答案是複式 為什麼是複式 為什麼是複式 因為 我說過了 第一個 先取一個間隔 0到0.1秒 求平均速度 求第一次 有第一個速度 然後 在隔壁 0.1到0.2秒 再做一次 平均速度 平均速度很容易做啊 花多少時間走多少位移嘛 對不對 那這上面的是 都有告訴你位置啦 你就可以求位移啦 很容易帶進去 你就有兩個 你不就有兩個速度嗎 就帶進去 delta t delta v 相減 delta v 所以兩個相減 後面減前面 delta是後面減前面 所以 3.0減3.4 除以時間 delta t 我就是取隔壁 這個delta就是 那個打點進食器 間隔幾秒 這個delta t 就是幾秒 如果我取的就是隔壁的話 那就是幾秒 再進去 所以答案就變成 那就是 那就是做法 重點 是你要學會做法 他當然有別的做法 我說過獎音上有寫 一些其他的做法 什麼代工事啊 什麼這些其他做法 也都可以求 所以都可以讀 就簡單就是挑一個你看得懂的 知道他還怎麼回事的方法 把它學會 你要代工事就代工事 這個做法有個壞處 什麼壞處 這個做法只能夠求加速度 不能夠求出速 有個題目要問你出速多少 這樣的做法求不出出速 代工事解決的 去解連立方程式的人 他就可以算出加速度 也可以算出出速 有他就出速 這樣做只能夠算加速度 算不了出速 算不了出速 OK 希望你會聽得懂 希望你能夠學得會 我們到底應該要怎麼做 OK嗎 OK